听说了最近关于SUV项目的工签申请好像进度是加快了 很多人听说的是要求补料了 对吧 很多的一些证明 小表格我到时候也给大家放在这个底下 有兴趣的话可以看 或者说有需求的话也可以私信 我们可以发给你 同时也听说了 因为一个原因拒绝了很多人 所以他加了一个option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尤其是有一个国家据说据的比较多 大家可以先点赞收藏起来 我们到时候找的时候比较的时候比较方便 他总结下来了 做成了一个表格 因为当然是文字形式在官网上都可以找到 那他现在的名字叫startup visa optional work permit optional他不是以前是work permit 首先大家一个点就是SUV项目的工签是不能在边境换的 这个他在官网上是明确说明的 第二点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个变化 就是以前可以同时申请 现在他是必须先提交pr 然后再提交工签 一个部分就是申请工签的时候 你必须要的一些文件 对吧还有一部分他细化了一些 那他下面有一部分是建议要提交的文件 这个就是跟以前不一样 他有一些详细的一些说明 对吧 那申请工签用的我们刚才说了 必须得是有你的支持性 对吧 再有你的投资或者你的资金方面的证明 再有一个要申请一个免利免的那个表格 再有一个就是提检啊或者是这个无犯罪记录啊 如果需要的话也要提交 那今天想重点给大家分享一下 他下面加了一些啊 他出了一些这个就是建议提交的 这里面以前我听说的有不需要提交传业计划的 也不需要提交简历的 什么都不需要提交 只是提交一个那个叫所谓的IMM58202 这样一个表格就可以是免利免的了 当然他有一些详细的具体的这个编码等等 大家不要搞错了 也有一些更新 让具体去看 推荐的文件里面 第一个首要的就是有商业计划 第二个就是要有详细的这个招聘计划 或者叫这个详细的呃 雇员的计划 探索性的或者研究性的这个调研 再有下面一个是你的简历 再有一个呢 就是证明你这个人啊 有能力有实力有经验 去做未来在加拿大创业这件事情啊 你可以提供一些文件证明 比如说我是专家 我有工程师证书对吧 我有这个以前的这个工作证明 或者是有推荐信等等 各种文件就证明你能够做这个事情 分析一下他为什么会出这个东西啊 因为他逐步的现在这个在提速的话 他要有一个标准对吧 我相信这个标准越来越细 那也越来对呃申请人 或者对审批的人员都很也很简单 就是按照这个标准流程 按照checklist来就可以了 呃这样的要求不算过分 但是呢这个其实跟审核PR的时候 要提供的文件基本上差不多了 那就有一个问题来了 他们还没有来 比如说创业的人还没有来 在申请工签 有些东西他没有工签是做不了的 对吧 那只能是一个计划 那这个计划呃 准备起来也很方便 对不对 所以他这里面要求的就是 看你到底是不是认真 你要来这边创业落实做贡献 对吧 那这个optional啥意思呢 他可能就是说 是不是团队里面 不是所有人都需要登录 那花油翻过来 如果不登录怎么工作呢 对吧 这些工作远程是不是能够完成呢 这是需要值得思考的地方 总之呢 我觉得应对这些方面呢 主要的问题就是逻辑问题 你按照他的逻辑来推理 按照他的逻辑来准备就ok了 你千万不要去掰他的逻辑 或者绕花啊 他要什么就提供什么就好了 因为之前好像听说的案例 他要这个东西 那大家就是用别的地方 或者让慢慢去证明 到最后呢 他还是找你要这个东西 直到他找你要到这个东西为止 所以不要试图去掰他的逻辑 这问题不确定 就是出了这样更多的细节以后 他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加速审核 或者真正能够的把这个项目理清楚 他们有这个能力 或者有这个经验 或者叫有这个 至少有这个判断力 能判断出来这些项目的 有好和不有好 或者说怎么就能对这样的造成 带来了贡献 那他是不是有主关心啊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 说说你的想法和看法 我们这里主要分享 以往加拿大留学动作 求职创业的干货信息 我们下期再见